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有这个题目的原因是上礼拜我说要吃夜饼的糖尿病朋友 要先吃完一份蔬菜再吃完一份蛋白质 然后吃一小块夜饼然后走路三十分钟 那就有人挑战我说罗夫你有根据吗 其实我有的 因为上人跟我说的是说 要用科学研究磁器 用科学研究素质 来我们看看我的根据是什么 一般我们都只会告诉人家说你要吃多少 可是我今天我们的团队想跟大家说 其实吃东西的顺序也很重要 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只选了最近一篇文章 来跟大家分享 他是这样做的 这是很有趣 日本的京都大学 他选了21个健康的大学生 他最后成功的做完18个人做完 他们吃什么 他们用一种像211餐盘的概念 吃荧幕上的这些东西 那您可以看到他一半大概是蔬菜 然后蔬菜里头有broccoli 有番茄 那中间还有个汤匙 那是他们的芝麻油 芝麻油 大概是切一切以后把它淋上去 那吃一碗饭 吃那个微波过的鱼 鱼是原来就炸过的 所以他吃这三样东西 那再来问问看说 吃的顺序跟血糖 还有饭后胰岛素有什么关系 我们大家都知道会有糖尿病 是因为我们的胰胀功能变差了 那如果说我们胰胀功能变差了 我们就不应该给他突然太多的血糖 让那个受伤的胰胀 还要大量的分泌胰岛素 就好像我们不会让一个受伤的功能 去调很重的东西 我们应该给他 他可以负担的东西就好 所以这是整个糖尿病治疗的 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不要让血糖起伏太大 不要让胰岛素起伏太大 那您看看 那还有在测试里头 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我们过去就跟大家讲说 要糖尿病的病人 或者慢性病的病人 什么都可以吃 可是要怎么样 要均衡适量 您看 在测试餐里头 它各占的 大概62.8%的碳水化合物 那21的脂肪 15%左右的蛋白质 这跟国家 跟国舰署 我们国舰署的建议 几乎一模一样 该吃的食物都要吃 只是要均衡 要均衡 那我们往下看 那他的研究方法是这样 这18个人里头分为三组 那18除以3等于6 所以您看荧幕上有所谓A B C组 那我给予A组来讲 它就是第一个礼拜的时候 吃的时候先吃饭 然后三样东西吃完以后 花20分钟 所以它是先吃碳水化物 慢慢吃20分钟 那第二个礼拜 它就是先吃刚刚的蔬菜 可是慢慢吃 吃20分钟把它吃完 那第三个礼拜 就先吃青菜 可是三样的食物 10分钟内把它吃完 那在B组 这样衣食类推 是互相交叉的 这是临床上一个 很好常常用的 来研究食物的方法 那你看看它的方法血糖很妙 那个绿色的就是先吃蔬菜 然后花20分钟慢慢吃的血糖 那一条线最低最平稳 对不对 变化最小 那红色那一条是先吃蔬菜 然后再吃蛋白质跟碳水化物 那您会发现它只花10分钟 所以它血糖稍高一点点 那如果先吃那一碗饭 血糖会高很多 那您如果用面积的概念 就是那些线 每一条线底下盖的面积 您会发现光改变一个吃饭的顺序 热量都一样 就刚刚荧幕上那一盘 那血糖变化差很多 有人说这个大概差差不多一半以上 对的 所以我们不用做很特别的事 我们只要把我们的食物 吃的顺序倒过来 做一个改变 其实我们的血 患后血糖会有很大的改变 那我们再看看胰岛素 我们说糖尿病就是因为胰岛素的 胰胀的胰岛素分泌不够好 或者是说脂不够好 那所以我们希望一个受伤的功能 不要一次要挑太重 那您看看 跟刚刚一样 绿色的是先吃蔬菜慢慢吃 所以您看到胰岛素的变化最小 红色的是先吃蔬菜 然后十分钟吃完 如果先吃那一碗饭 就算你慢慢吃花了二十分钟 它的血糖变化 胰岛素变化还是非常大的 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京都大学这个研究很有趣的是这样子 他说我们如果为了胰岛素跟饭后血糖 不要起伏太大 我们应该先吃蔬菜 然后最后吃饭 可是吃饭的事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用这种二一一餐盘 所以我们下礼拜跟大家分享是什么 再看看说如果一般你跟大家吃饭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吃 不过今天我们希望大家盘点这十分钟讲的大概就是吃东西的时候 最慢吃的竟然是要是碳水化物 那在这个例子里头就是白米饭 就是白米饭 我们以前都吃错了 吃错了 那所以我们下礼拜见 谢谢 那公主上人滑体安康 祝大家身体健康 更AN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